第二十八章 舞者实战考核 7月31号深夜 明月小区199号别墅 这别墅的二楼一共有四个超大的房间 分别是卧室 影音室 会客室以及超大的练舞厅 这练舞厅足足有120平方 几乎占二楼总面积的一半之多 深夜时分 小区中的路灯光芒 透过影音室的玻璃折射进二楼的练舞厅中 穿着一身宽松练功服的罗锋 静静地盘膝坐在地面上 两道流光正不断环绕着罗锋的身体迅速地移动着 而后又仿佛欢快的鸟在整个练舞厅中不断地飞窜 时而腾飞 时而俯冲 时而回转 灵活快捷得很 过了片刻 两道流光减速停下 悬浮在了罗锋身前 正是两柄飞刀 我现在隔空控物的能力也就能做到一些二用 如果控制四把 五把飞刀 速度 威力等等都会锐减 罗锋这近一个月时间来 除了将身体力量训练到完全能控制精确外 主要的精力就放在精神念力上 这近一个月时间 罗锋生活在明月小区 认识了很多舞者 通过和舞者交谈 罗锋也确定了一件事情 自己这念力的确就是精神念力 明天就要进行舞者实战考核了 今夜好好休息 罗锋起身 拉开玻璃门 进入了卧室当中休息睡觉 8月1号上午 在极限会馆的一名舞者带领下 包括罗锋 杨武在内的30余名准舞者都赶往火车站 苦吃 苦吃 列车快速行进的摩擦声很微弱 而列车车厢当中却是喧闹声一片 这列车车厢是全封闭结构 也没有玻璃等可以看到外界 每一节车厢当中 此刻大屏幕都出现了一个人影 车厢内大量准舞者坐着 各位准舞者 未来的舞者们 我来自于H2联盟 车厢大屏幕上正直播着一名中年人的讲话 相信大家也都听过H2联盟 世界上最强大的团体 最富有的团体 拥有最多舞者的团体 大家想必也熟悉我们H2联盟的另外一个名字 地下联盟 车厢内的准舞者们 渐渐安静下来 罗锋和杨武并排坐着 抬头看着那大屏幕 疯子地下联盟知道的吧 杨武嘿嘿笑道 那可是大财主 世界上最有钱的团体 比一个国家政府还有钱 我知道 罗锋一笑 自己这近一个月生活在明月小区 也从同小区的武者那知道很多基本信息 当初在大涅槃时期之前 如美利坚 欧洲各国等 在他们背后 都有着一些强大的家族 控制着一些政党 这些家族 如摩根家族 洛克菲勒家族 奥纳西斯家族等等 这些家族 当初几乎控制世界超过一半的巨额财富 不过大涅槃时期到来 在怪兽袭击下 许多小国灭亡 各个大国也是自顾不暇 拥有军队的政府控制力 前所未有的强盛 而这时候 全世界一些古老强大的家族 担心被政府军队给压制住 所以连起手来 组建了H2联盟 也就是人权联盟 人权联盟说得好听 实际上是巩固这些超级家族 无视力的一个联盟 被舞者们称之为地下联盟 我们联盟是全世界最大的舞者交流平台 在这里 你可以接受巨额报酬的任务 我们联盟在全世界各地 都有着莫大的影响力 加入我们联盟 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即使到了美利坚 到了欧盟 到了其他各个地区 你们都能享受到最顶级的服务 我们联盟 拥有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 加入我们 车厢屏幕上 那位中年人足足讲述了15分钟 各位未来的舞者们 车厢挂式屏幕上 换成了另外一个面容严肃的男子 自我介绍一下 我江南基地市安全局的副局长 我姓刘 在我华夏国 政府军队的力量 无疑是最强的 加入政府 加入军队 不管在华夏国何处 你们都将获得最好的支援 各位 车厢屏幕上片刻后 变成另外一人 我是江南基地市 雷电总会馆的主管 姓王 我们雷电舞馆 是由世界上的速度最快的 无敌强者雷神建立 在全世界都有我雷电舞馆封馆 未来的舞者们 前面三位都介绍过了 不用多说 大家也知道 我是极限舞馆的 车厢屏幕上 又换成了另外一个人 我姓诸葛 极限舞馆 这是世界最大的舞馆 是由世界第一强者建立的舞馆 我们舞馆 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力量 一共四个人的宣传 让车厢内的准舞者们 议论纷纷 二哥 成为舞者后 你准备加入哪一方 我感觉极限舞馆不错 加入地下联盟 赚钱最多啊 哈哈 雷电舞馆 对舞者们的福利 比极限舞馆还好一点 加入雷电舞馆也不错 准舞者们兴奋的议论声 遍布车厢内处处 罗锋和杨武 也低声讨论着 疯子 我的教官 过去的师兄 也都是加入极限舞馆 现在连你也加入极限舞馆了 我当然也是一样 反正就算加入极限舞馆 一样可以接地下联盟的任务 至于买卖物品 在极限舞馆内就可以 也可以在地下联盟 极限舞馆 雷电舞馆 地下联盟 政府军方 罗锋也清楚 在祖国范围内 政府军方是最强的 其次是地下联盟 全世界各个超级家族组建的联盟 就算各国政府也不敢轻易得罪 毕竟这地下联盟 几乎控制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动脉 雷电舞馆 极限舞馆 实力排最后 不过加入两大舞馆 也代表着自由 杨哥 你看这列车上 到底有多少准舞者 罗锋看看周围 单单一节车厢里 救过百号人 人很多 杨物撇撇嘴 刚才我听到别人议论 说一年共有两次舞者实战考核 每一次舞者实战考核 整个江南基地市都有过千号准舞者来参加 过千号人 罗锋大吃一惊 不过也对 整个江南市两亿人口 整个扬州城一千万人口 平均下来也就大几十人而已 片刻 各位准舞者 列车马上要进站了 请各位准舞者 做好下车的准备 车厢内喇叭内传来声音 随着列车逐渐减速 直至停止 划 车厢门打开 各截车厢内的准舞者们都下了列车 很快 浩浩荡荡的准舞者人群 进入了大型军营当中 军营占地极广 特别是在军营的外围 大量的各种重热武器随处可见 一个个炮口正对准着军营之外 大量的军人们都手持着各种精良的武器 罗锋他们一群准舞者 一个个看着周围 看军营外 杨武兴奋指着远处 罗锋仔细看去 只见军营警戒线以外 有着一些饿的肚子 都别了的怪兽发出一声声吼叫 可是这些怪兽根本不敢靠近军营 嘎 随着一声刺耳的叫声 准舞者们几乎同时抬头 只见碧蓝天空中 瞬间密密麻麻数百头飞禽怪兽呼啸而过 书中说 离开基地时随处可见各种怪兽 书中说的果然没错 罗锋双目放光 人类只能生活在基地时 或者集结在军营当中 想独自闯荡这些地方 和那些厉害怪兽厮杀 只有舞者能做到 各位 一道响亮的声音 传入每一个准舞者耳朵 欢迎大家来到江南市北军区 这一次 你们1680号人的舞者实战考核 就在我北军区举行 我希望你们中大部分人都能考核过关 也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活着通过这一场实战考核 2020年